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承尔谈对王一博的印象 我能够理解这种沉默的人 1905电影网讯近日 导演承尔接受专访 谈及对于演员王一博的感受 在电影《无名》中 王一博饰演谍报人员 身份扑朔迷离 在最后一刻才揭晓 承尔表示 与王一博见面后有两点令人印象深刻 首先是外在形象符合《无名》的剧本 其次是他本人礼貌 得体 也有足够的沉默 而我是一个特别能够去理解这种沉默的人 承尔还谈到自己并未受到票房的困扰 我自己后面的项目人鱼也好 其他计划也好 都是之前已经商定的 其实跟《无名》的票房没有关系 承尔 王一博 两个纯真主义者彼此成就的胜利 这是一个真正有风骨有才华 有强烈的自我风格和魅力的人 清醒 通透 不是世人皆最我独醒的清高 而是出淤泥而不染的纯粹 这是看了越多承尔导演的采访之后 对其越来越强烈的感受 而这样的个人特质和品性 在王一博的身上 同样清晰而明确 同样的清醒通透 同样的不讨好不谄媚 同样的习惯于沉默 同样的善良真挚 同样的不随波逐流 也同样的 不被外物所扰流言所困 坚定执拗地透着可爱 而导说 我不喜欢这种包装 而王一博说 我不愿意回答假的问题 没有必要在娱乐圈就不耿直 而导说 因为大家都不是那种 喜欢闲扯或者喜欢说一些场面话的人吧 我想反倒诚挚的或者真诚的人是这样的 这不是证明了一个纯真者的最终胜利吗 而无名剧组的契合 而导对王一博毫不掩饰的欣赏爱护和不遗余力的维护 或许恰恰就证明了这一老一小两个纯真者 彼此成就下的胜利 成而与王一博 与其说是伯乐与千里马 更像是高山流水之音难觅 而导的一句那不会 很难藏得住 而我正好是一个特别能够去理解这种沉默的人 足见其对王一博看得透彻之后的那份认可和欣赏 纯粹的灵魂 真诚的人 相遇便是珍贵 这个喧嚣的时代 这个浮华功利的圈子 需要这种珍贵 真正的好的电影作品 需要这种珍贵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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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